三支浮沉社区发展协会加入台湾梦儿少社区陪伴扎根计划将近三年的时间 今年度是荣获全台湾据点第三名的好成绩 获颁了徐梦奖的奖牌也让社区发展得到很大的鼓舞 三支浮沉社区发展协会加入由卫福部中心基金会照管会所共同合作的台湾梦儿少社区陪伴扎根计划 将近三年的时间带领学生课后活动学习写功课 今年度荣获全台湾据点第三名的好成绩 获颁循梦奖奖牌 为此社区发展协会获得莫大的鼓舞 将会持续为课后照顾服务努力下去 课后陪伴之外我们还提供一些才艺的课程 还有一些在地认同的课程 像是乌克利利 然后还有一些泰国 以及我们的一些社区营造 像是我们今年着手在我们开心农场的打造 然后跟社区的长者 可以就是打造一个就是跨世代的那个开心农场 理事长就是他积极的就去争取各种的资源 然后跟大家就是做资源串接 然后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然后也跟小朋友跟家长就是有一些积极的沟通 然后也处理就是小朋友 不单单只是小朋友科研上的一些问题 也有一些心理上的陪伴 还有家长上面的一些亲子沟通 深知区外出工作的父母相当多 因此福城社区也决定要成为孩子放学能停留的第二个家 除了最基本的功课之道 社区也寻求资源 为孩子们找到才艺课程 像是太鼓打击乐 乌克利利弹奏 都让正处于好动年纪的孩子有试材试性的学习 每个县市只有一个 那新美市在福城社区 这一段时间在执行两三年应该效果不错 所以他中信这一块 特别给新美市多一个名额 也是在五谷这一块的名额 那他会慢慢找福城能够做得更有成就 他会提供更好的资助 那非常感谢中国信托 在这一块的宴会的计划 能够扎下众志来辅导社区 来照顾弱势儿童 这个是我们新北市跟中央一个政策所提升下来 所以福城在走的是三个要项 一个幼幼 一个老老 一个青壮年 福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 透过台湾梦儿哨社区陪伴扎根计划 社区的孩子有了不一样的教学资源 而长辈们也投入社区服务 与孩子们互动学习 这也让整个社区的能量发展 朝向老无老及人之老 幼无幼及人之又等目标 持续来迈进 指责料品汉三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中文字幕也请不吝点赞订阅